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惠玲 今年的新典子舞展 即將在五月底開始 今年的兩位編舞家 是董一芬和標舞劇場的團長蘇薇嘉 今天很高興邀請他們兩位 來分享他們的作品 一芬你好 惠玲你好 大家好 一芬今年的作品是 Play Me 我不是我 好 等一下請你來分享一下 然後再來是很久不見的薇嘉 薇嘉你好 惠玲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聊一下 薇嘉的作品好了 蘇薇嘉最色的想像 對 然後今年你的主視覺 顏色是粉紅色 是 可不可以請薇嘉幫我們介紹一下 而且標舞劇場 我們知道都是男生 但今年是第一次有女生來跳 而且女生比男生多 這怎麼回事 因為當初標舞劇場在創立 在創團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已經沒有設想 說一定是男生 但開了記者會 然後隔天報紙出來 寫了全臺灣第一個全男子舞團 是 那我們第二年理所 當然就只好不好意思繼續改下去 然後就一直堅持堅持 然後到了今年 到了前年開始有一點受不了了 然後怎麼都是男生 自己受不了 對 就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要陰陽調合一下 眼睛 就是其實身體的線條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有很多非常優秀的女性的編舞家 舞者 創作者都超厲害 我們也想要跟他們工作 所以就想說我們默默地換掉 我們不要講說 我們再也不要提 我們是全男子 可是我們偷偷地加進來 然後這個時間點 剛好覺得說 好 差不多了 那我們這一次來個陰盛陽衰 對 好 所以舞團裡面這次要演出的 只有一位男舞者 其他通通都是女舞者 是的 是的 對 威嘉這一次的作品 其實還蠻特別的 叫自由步 自由步 是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作品 他其實我已經做了兩年了 然後他是一個當初 我在台藝大年研究所的時候的 畢業製作衍生出來的一個作品 這又回到說畢業製作的時候 我想要做一個不一樣的 一個比較不一樣的舞蹈的作品 然後我就想到 我那時候在美國跟武康一起 跟LFL合作的經驗中 有一次 等一下 我一定要插一個話 其實剛剛威嘉不是這樣講的 威嘉剛剛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是先從一段逃學開始談嗎 是的 對 其實是兩千零七年 兩千零七年的時候 你根本不想要念研究所 對 然後就爸爸媽媽就每天就是奪命 連環摳 你應該要去念個研究所 你應該要去念個研究所 可是那時候你其實已經創了舞團 對 那時候舞團是第三年 是的 對 對他說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要給我去念 然後就想說好吧 那因為平常都是台北工作 也沒有時間回高雄陪爸媽 那我應該要聊表一點心意 我就去考試 然後 好乖的威嘉 對 但是讀了一年之後 我就休學了 因為就受不了了 不喜歡去學校 沒有 就是舞團有很多的事情 其實是需要處理的 然後我想要更專心的在創作 然後所以我就總共我花了 加了休學 我花了六年的時間 我才念完我的研究所 所以你沒有去學校的時候 你跑去了美國 對 就是在那段休學的期間 我認識了 舞康把我帶 Elliott把我帶去了美國跳舞 那就很酷的一個經驗 就是他在跟舞康排練的時候 那是我從小看舞看到大 第一次看舞看到哭出來 真的 看舞看到哭出來 我覺得這種感受 真的是很難得 對 我覺得很難的原因 是因為通常都會 就連我自己學跳舞這麼久 也看蠻多舞的 我常常也會看不懂 那Elliott的舞 其實如果對 用現在的說法來講 應該是更看不懂的 因為他通常沒有什麼偉大的意義 想要表達 他通常是一個很棒的音樂 然後一個氣氛 然後很多的舞步 在裡面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以舞步 作為他創作中心思想 他會編很多的 關於很不一樣的造型 很不一樣的律動 很特別的 好比說我們跳躍 跳起來 通常因為跳上去就一定會掉下來 可是他會在跳上去的這段過程中 他會去找到非常特別的形狀 然後讓他能夠呈現 有時候對我來說 他會像是一隻老鷹 有時候是一隻蝴蝶 也就你看他的舞的時候 你的想像是這 對 然後當舞者開始累到一個已經恍神的境界的時候 那個舞者周邊自然 那時候我的感覺是他好像就化身在一片沙漠裡面 因為他就全身就好像被曬太陽 然後流滿了汗 但他為了追尋一個 追尋下一個綠洲 然後他只能繼續拚命的待在那邊 但他其實只在原地繼續跳 對 那時候我就哭了 所以薇嘉 你是哭點很低的人 還是很高的人 非常高 所以你真的 那個時刻是真的很感動 對 真的還蠻高 可能也因為那個很累的人 是我學唱武康的關係 對 看的時候更有感情 可是你剛剛跟我講了 一個片段 我覺得也非常棒 就是你說了一個爸爸去看舞臺上 就是Elliot他的一個舞 是小朋友一起跳的 Elliot有一個免費的舞蹈學校 然後他近年來 已經開始不再做大人的舞了 因為他覺得很多小朋友 其實都應該要專心在他這個年紀 然後他這個地位 這個位置的人 他應該要留下一點東西 可能他也覺得說來日 他如果不留 可能也沒機會 他就專心地為孩子 很多孩子 編了很多給孩子跳的舞 對 我記得他那時候說 喔 小孩子都可以跳天鵝湖 可是那是給大人跳 那不是給小孩子跳的 所以他要創作給小孩 然後要用大人的方式 只用一種不能為了小孩子容易跳 就讓他就是很複雜的腳步 對我來說 然後有一個爸爸看完之後 就特地跑去跟Elliot說 他好嗨喔 第一次看表演 看到這樣站起來 然後拍手歡呼 跟比他看超級杯 嗨嗨 哇 你知道就在藝術總監 然後又是我 我很崇拜的學長 所以我有什麼東西 我都會幫我鑑定一下 然後武康就看了 我排練的袋子 然後他就覺得 他就回我一句說 色 對然後後來我在 就是我們在討論文字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他就主動說不管我要寫 然後就把他也是 薇嘉罪色的想像 薇嘉從這樣子的 跟Elliot一起工作的經驗裡面 發展出你這次的新舞座嗎 就是從他的 對我來說 他的信念是最讓我佩服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很相信舞蹈 對 我排練過程中 最常被給的notes 就是常常被罵的 就是不要演 你叫舞者不要演 不是 我被Elliot說不要演 然後對我來說 影響還蠻大的 好比往前走 搖擺的往前走 但有時候我們會情不自禁的設想 我有一個角色 搖擺的往前走 假設是我可能就會想說風很大 可是通常就會落入一個從眼 然後再到身體的過程 可是Elliot他會希望你先去品嘗 那個腳部的律動 就是你的肌肉怎麼在中間 有產生一些變化 然後當你到了一個熟練的程度之後 其實角色會自己進來 而不是你 而不是那個角色帶領你 是你的身體創造出了一個新的角色 哇 這個好特別 所以我其實看到威嘉的演出的文字裡面 講到像在雨林間的樹木 以賴著風隨意的擺動他的軀幹 這是你給舞者的指示嗎 還是 它是我自己做完之後 我看到的 可能因為我自己做 我很容易的能夠連線 但那時候應該還有個二三十個想像 但我 對 這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描述 移動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往前 我就說你這是蜘蛛精 然後他走過的時候 我反而有時候不會留意他身上 我反而會去留意他走過的哪些路線 然後就好像是蜘蛛在劫網一樣 很慢很慢地把那些編出來 是 然後就很像在道別 很多人都會說現代舞 對於一般人來說 進入門檻比較高 因為其實現代舞 通常沒有劇情的時候 我們要依賴我們的眼睛跟感受 你坐在觀眾席的時候 看到舞者跳什麼 其實這是非常非常需要 現場去感受的 一芬你有看過那種舞 是讓你感動到你會哭 或者是 我現在沒有到一個 很清晰哪一個作品 可是我覺得就像剛剛衛嘉說 就是看舞康跳那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人被push 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雖然累的不是你 可是你知道那個感覺是什麼 所以我常覺得舞蹈觀眾 有時候會太緊張 不知道看什麼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會很感動人是 因為你可以感覺到 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個東西不用你去參與 可是你知道 因為你身為人 你會有一個連結 所以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每次看演出 其實剛剛那個是一個例子 就是可能到了一個人的 一個極限 或是剛好撞到 我那個時期的一個痛點 那也會讓你哭 所以有時候去看 尤其去看戲劇 有時候人家哭的戲劇花啦 我會沒感覺 對 因為可能那個議題 對你來講現在不ok 或是你曾經經歷過 但你ok了 你釋懷了 我覺得好像是那樣子的感覺 對 尤其我覺得 通常我們會看一同一支舞作 可是每一個人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就像薇嘉 我們剛剛念了那段 是薇嘉看了自己編的舞之後 寫下來的文字 也許另外一個人去看會有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所以兩位編舞加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說一下 如果對於那個對於現代舞比較不熟的觀眾 你們會怎麼跟他們說 看現代舞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看 我通常會說多看欸 其實就是我覺得也不是舞蹈 我覺得好多東西 就是說比較抽象的 比較失意的 我覺得那個東西就是一 什麼一回生 什麼二回收 我覺得就是 其實好像你就是多去碰觸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你可以找一些同伴一起 然後你們可以透過討論 我覺得其實就是就是 就是對啊 就像小朋友 你很多東西他不懂 然後如果你很快就告訴他答案 他其實就沒有想像力 對 但是如果你跟他說 那你看看這個水 假設你再看看他是透明的 那你覺得透明是什麼 那還有什麼東西是透明的 我是說像小朋友對話的時候 其實如果就像看舞蹈 我覺得你我們都不要給太多答案 其實就是一直多看 對 這是我覺得一個蠻有效的方式 其實我們也在學習 我們也不是我們什麼都看得懂 對 或是一定要懂 好 其實我剛剛有問過薇嘉 問一下為什麼這次的作品叫做 蘇薇嘉最色的想像 這個是誰說的 陳武康 陳武康看到了一個色這個字 我們的就是你知道 因為在藝術總監 然後又是我很崇拜的學長 所以我有什麼東西 我都會幫我鑑定一下 然後武康就看了我排練的袋子 然後他就覺得他就回我一句說 色 對然後後來我在就是我們在討論文字的時候 他就說他就主動說不管我要寫 然後就把他也是為一家最色的想像 當然其實有 因為對我來說 有某部分的層面 我們這一次有非常多的女性的身體 舞者在裡面 那對我來說 女生的身體的線條 其實是非常性感的 對 然後 性感的 很性感的 很漂亮的 對 不管高也胖瘦 對 然後他就對我來說 他充滿了一個未知的魅力 因為十年來我們在工作的大部分的過程中 其實都是比較多跟男生的舞者 就是在那個摸索舞步的過程中 有時候會發現說 哇 這個動作做起來 真的確實是找一個男生來做 他可能就沒有那種肌肉的感覺 那種張力 可能就會比女生略顯無聊 對 因為那個女生的身體 其實是比較S型的 是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棒 對 可是其實有女舞者看了之後 一點都不覺得是色 對 所以其實就即便是舞者 或是編舞家本身 看到同一支舞 都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我自己常常看 去看別人的舞 我也都看不懂 這是非常常有的經驗 然後我也常常看到睡著 也是有 對 但是有免費的能力可以追 我自己覺得在看舞的時候 其實避免看不懂的是 會看不懂 其實是很多時候 其實是因為不夠勇敢 不夠勇敢是怎麼回事 因為明明你看到了 你可以不喜歡 可是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他的線條 你看到最最簡單的 眼睛看出去 人在那邊跳舞 就是很多線條的變化 我們去美術館的時候 人都會比較勇敢 對 因為你就不會有看得懂 看不懂的壓力 我們在看抽象畫的時候 一樣看不懂 可是有時候會從那些色彩 去接收到一些些 你的一些些訊息 可是那些訊息也不是畫家 跟你說的 你自己感覺到 但你勇敢相信 所以在看舞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我們可能比較少了勇敢的部分 對 好 看舞要勇敢 這個建議真的好棒 跳舞是很快樂的 可是相對它也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我一直放在心裡面 就是常常就是覺得說 其實跳舞它是真的需要日積月累的 然後就是需要 就是它是很 它是需要非常有自律性的一個行為 但是它給人的感覺是很愉快的 一芬這個作品其實是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 對不對 前面是我沒有說 對 然後我不在這 然後我不是我 跟我們說一下好不好 這三部曲 這三部曲是在我做第一個作品 我沒有說的時候 在做完的時候 其實我就想說這個作品 我想 應該說 我想要做聲音跟身體之間 怎麼樣 還有更多的碰撞 對 然後然後慢慢延伸 我給自己一個 一個夢想 就是說我看能不能這樣子 一個系列作品 可以再繼續走下去 然後我自己擺 就設定一個五年到六年時間 這樣 所以剛好今年第六年 對 然後這個都 對 第一部曲是我沒有說 對 然後主要是那時候 我其實受肢體劇場影響很重 很深 那肢體劇場就是 它比較是偏戲劇的 然後它可能也是非文本 但是它可能有語言的存在 那更多的肢體 然後那個東西影響我很多 是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 身為一個舞蹈表演者 我覺得對於我怎麼樣 用這個身體 我開始產生很大的 很多的疑問 然後就是說 所以常常跟演員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得到一些不一樣的思考方式 怎麼說 對 譬如說我們常常就說 導演可能就說 你從這邊走到這邊 對 然後舞者從A到B曲好 這樣講 就說好 你可以用你任何的方法過去 那對我來講 沒有什麼困難 就這樣走過去嘛 那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想像 在這個過程中 我可以想像他是慢的快的 什麼都可以 可是在演員 他們不是做不到 但是他們就是會很想要把這個動機 問得非常的清純 非常的準確 譬如說這過去的時候 下面的地板是軟的呢 是在泥土上 還是在石子地上 所以他們會把那個東西 問得非常的詳細 所以他們會依照那樣子的一個 一個動機 然後開始去走 演出來 演出他的身體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 有很有趣 我覺得那是一個思考上的不同 然後我就慢慢想說 回到就是我們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現代舞 跟觀眾似乎 他就是有一個小門檻 有一個小距離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那我怎麼樣可以稍微去嘗試說 讓觀眾對於舞蹈 可以不要這麼的 可以還有沒有別的方式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也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找靜敦 所以我沒有說是一男一女 那靜敦他是導演跟演員 然後在二零一一年 剛好那一年 他也就是在標舞劇場 演繼承者 所以那一年是他的跳舞 年這樣 那因為我跟靜敦之前 就很常合作 所以我那時候就找靜敦 為什麼要偷笑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偷笑 我覺得很棒 很棒 對 對 所以就是那一年就剛好 就是剛好有這個機會 然後我找靜敦 跟我一起跳舞 然後我在想說 我還是很希望舞蹈的 這個是一個主題 所以我不要因為找了演員 而忘記身體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是要靜敦 跟我一起跳舞 然後在這中間 所以因為他身體會有很多是我給予的東西 他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因此會有很多有趣的火花會產生 然後我們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麥克風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想 在想要探討的東西是言語的力量 就是說 我們好像拿到麥克風的人 你就有發表的權利 你就握有一個權利 這樣 然後那時候舞臺上是布滿了八支麥克風 那個麥克風架 然後圍繞著兩個人 所以那個意象其實是說我們沒有要去告訴觀眾說這個是什麼 可是我相信觀眾看到麥克風 對 他就會有他的一個想像存在 然後又看到一男一女 他可能很多的一些兩性關係上 支配 權利就會出現 然後在這個動作 在這個作品裡面其實就用到了聲音 聲音包括就是音樂 包括聲響 我們有透過那個現場電腦的回錄 透過麥克風收到聲音 然後回出來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語言 所以就在想說 在這樣子聲音還可以怎麼樣玩 然後聲音不是只是讓我們聽得懂的語言 他有很多時候是一個聲響的狀況 好 這次好像又更特別 這次要透過遊戲的方式 對 給指令 然後讓舞者去反應 因為這一次我 我不曉得 我覺得這一次有一種解放的感覺 我就覺得就像我的那個主視覺 就play me 我只是覺得說好像跳舞 其實我要講的那個李美光老師 他曾經講一句話 在七八年前 他講一句話 我覺得很受用 他說舞蹈跳舞是很快樂的 可是相對他也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我一直放在心裡面 就是常常就是覺得說 其實跳舞他是真的需要日積月累的 然後就是需要 就是他是很 他是需要非常有自律性的一個行為 但是他給人感覺是很愉快的 然後這個東西 其實在play me裡面 我覺得我想要做 就是其實像遊戲 他看起來就是好快樂 大家都有玩遊戲的經驗 可是其實遊戲的背後 其實有很殘酷的 很嚴肅的一個面向 我們其實往往是忽略他的 對 那這次拿遊戲的主題 是一來是我希望說這個作品 他不要都是都是一種比較沉重的 或是比較嚴肅性的 他可以是比較好玩的 然後觀眾他也可以透過 因為遊戲都有所謂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們真的會在舞座裡面玩遊戲 可是我們也很清楚 那些遊戲規則是什麼 然後讓觀眾看到這五個表演者 他們在遊戲中 怎麼去follow這些規則 好 這次兩位是接力 在新典植物展裡面演出 就是威家仙 然後一芬 兩位可不可以用簡單的話 跟觀眾說 為什麼要看你們的作品 我覺得跟剛剛說的那個勇氣是很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我覺得可以 那是一個可以練習 相信自己的一個過程 然後再來是這樣子的作品 已經很少了 我也給了另外一個編舞 還蠻有名的人看 同一輩子 然後他說現在沒有人這樣編 還蠻好的 我們其實臺灣受到了一些些 像是德國的系統還蠻多的 然後就比較少在專注 仔細的發展每一個身體上面 然後他就覺得說 可以這樣專心的好好做身體 還蠻好的 所以其實每個人進去看 威家的蘇威家 墜色的想像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想像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我們的演後座談 並不是演後座談 而是心得分享會 好好 大家可以跟威家分享一下 他們看到了 看圖說故事 對對 一芬呢 我我覺得這一次 因為我有五個表演 其實蠻特別 有兩個是演員 就是延續第一部曲的進蹲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劇場 現在很很棒的一個演員 叫名謠 然後另外一個也很特殊 是叫那個俊德 劉俊德 他其實是一個鼻 他是一個鼓聲樂手 但他也是非常長期在鍛鍊 他的身體這樣 那另外一位是女舞者 窮帶這樣 然後我覺得很好玩 是說我選的這五個人 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我其實就覺得說 在生活上 每一個人就是很不同 所以他們的身體 就是代表了不同的族群也好 代表了不同的 你對於人的一個想像 所以我覺得這五個人放在一起 我覺得就好像一個小型社會 所以觀眾來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以有一個自我的投射 然後在這個裡頭 看的過程中 他可能會反映到他自己 在人生中做了所有決定這樣子 對 祝兩位新典主展順利 謝謝 謝謝惠玲 謝謝